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4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原始点医学示意图 张医师请您开始 那我们来看看 现有的图表 好 那这是我们 就是经过多方讨论 还有很 有一些人的建议 然后最后修正成的图表 也就是完全以原始点医学的角度 来把这个医学说清楚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图表 从下面 我们就直接标示是 原始点医学 那原始点医学 它必须要包括理论与临床 那原始点的理论与临床 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做出来的 一开始就是从按推开始 就是在人体找一条脊椎脊七处 之后从压痛点来解症 然后解不了就变成患素体伤 所以它这样一路做下来之后 而才知道原来我们的疾病之因是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以它的理论 即便后来的也都是因为在按推及热能的基础上 总结而升华而成的 所以我们就有了后面的阴眼果的理论 简单的讲 原始点临床跟理论 其实本来就是医的 跟外面的医学 他们一开始 你要去读中医也好西医也好 一开始就有很多的理论 那原始点因为是做出来 所以它的理论很少 用阴眼果主要是 要把这些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说清楚而已 所以理论跟临床是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理论与临床外围这一个框 主要就是原始点它的理论跟临床 其实是高度统一的 也就是你说得到就必须能做得到 做得到最后也要写得出来 让大家明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外面这一个框 当然也有包括医学 原始点医学包括理论与临床 那也让这两个在框里面 也就是他们两个是高度的统一 所以一条线画上去 跟之前医学 原来的图医学就会画两条线 就是有理论跟临床 因为大部分医学都是分开的 西医也是西医很多理论 你要读他一定要读很多的理论的书 然后到最后实习到临床上 诊断与治疗 然后来跟理论来结合 事实上很多在临床上 发现很多理论是做不出来的 包括中医也会这样 很多好的理论 讲的文词也很美 内容也很丰富 但实际上要应用到临床 还是有落差的 我自己的感觉 读了中医那么多书 如果能够用到十分之一 那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原始点不是 你读多少 然后读多少 这些读的都可以做得出来 因为他本来就是由做而出来的 然后再把它据事实 然后把它描绘出来写出来 所以它两个是高度的整合 好 那临床包括诊断与治疗 也是用一个框 然后大家看到里面有诊断跟治疗 事实上原始点的诊断治疗 跟中西医学的诊断治疗 看似一样 但实质内容其实也是不一样 比如就诊断来看 诊断原始点 它是通过观察 通过观察来看有没有体力虚弱病症 就知道疾病的轻重 所以他只要从观察 然后跟患者对谈 他就能够判断出来 那这个时候 马上心里就有一个底了 这个病我到底是要先按推 还是先用热源 所以他的诊断 在观察的刹那间 还有跟患者的对谈间 其实是很快的 马上就有答案了 他马上就能做 所以他几乎是诊断跟治疗 就完全结合在一起 那同样的按推也是一样 我们按推大开关的时候 按推如果有效 就可以确定 这个是属他处体伤 那按推如果没有效 就知道这个症状 是属患处体伤修治 也是在按推的过程中 既是治疗也是诊断 所以他是诊疗 可以做到合一的 原始点的诊断是 既是诊断也是治疗 既是治疗也是诊断 所以他两者跟外面的医学 是真的差距很大 所以我们把诊断与治疗 也是框在一起 你如果单独说诊断 好像也说不清楚 单独说治疗 治疗又牵扯到诊断 所以他两者 我感觉这个也是医学的 很大突破 然后在框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在临床上 他的诊疗是一体的 但在这个框里面 我们还是勉强把诊断跟治疗 稍作一些介绍 所以还是框里面 还是把它分成两个 事实上它是蛮高度统一的 好 那在治疗方面 我们进一步来看 它又有分医疗跟保健 那医疗与保健原始点 也是跟中医 意涵还是有出路的 比如说原始点它是按推 加上一些保健的方式 比如说外内热源 还有一些运动休息心态 这些是属保健 那医疗方面就是按推 按推体伤位置 按推属医疗 那其他方法就属保健 但我们不可能只按推 而没有热源的 所以我们的医疗跟保健 事实上是病用 它是病用的关系 这个也是很难的 在中医 有时候你去门诊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般医师 如果他又有分内科医师 其实早期医师 中医是不分的 叫一般科 就是一般什么症状 不管是外科内科 什么皮肤科 眼科什么 其实他都可以看 他是综合的 但现在很多医师 只看内科 也不一定要针灸 那有些只针 但不一定 针或按推 推哪 这一类 外治法比较强 但内科他就 有些就比较少设例 但一般医师 开诊所医师 大部分都是开药 我之前也是 就是一般开药 很少用到针跟灸 一般时间上也不允许 有时候空间也不允许 比如空间上 你要针的话 阴雾弥漫 整疗间都是 纠位 大家也受不了 所以中医一般是 很少病用的 据我所知 很少同时病用 那原始点这一点是病用的 也就是他医疗与保健是病用 如果换作是中医的话 他的一针就是像我们的医疗 属医疗 灸跟药就是属外内热源 那他的药不一定 跟外治法同时配合用 有时候内科就是只开药 那原始点这一点是做的最测 你按推一定要有热源 哪怕只有外热源 比如说轻症外热源就够 那如果比较重病的话 还要改善体质 那一定还要配合内热源 所以他医疗跟保健一定是病用 这一点也是跟一般医学不一样 那为什么跟中医不一样 西医那更不一样了 西医根本没有保健 他只有医疗的方法 所以原始点这一点 也是跟其他不一样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图表 治疗有分医疗与保健 那保健上去 他可以改善热能不足 热能不足 他怎么来解决疾病呢 热能不足如果改善 那人就 因为热能够了 他会推动我们组织器官运作 那让他尽量恢复到正常 那恢复到正常 他就可以进一步怎么样 加速修复体伤 然后来达到解决 比如说治疑疾病也好 或是抗老征兽也好 他这条线上去是这样 那我们的按推呢 刚刚我已经讲了 按推本身 他是先从大开关下水 按推原始痛点 按推原始痛点 开关如果按推无效 你才能够说 这个没有立即之效 就是属患处体伤 那再来在患处周围 找出压痛点 再来按推 这样就可以解决体伤的问题 那因为他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具有医疗速效的特色 所以他可以立刻节症 按推是这样 那原始点跟中医最大的不一样是 针刺穴位只能治病 治他处体伤的病 那原始点这一点又比较多样 他不只可以治疑病 也可以治未病 怎么说呢 因为他知道你按了 有效就是他处体伤 无效就是患处体伤 那他可以找出体伤位置 那即便你有体伤 已经有体伤了 那症状还没出现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相对应的部位 找出他的体伤之后 立刻按推 然后加热源 外热源把它解决 也就是让疾病消灭于无形 这也是原始点 在医疗自卫病的最大特色 这是中医新医都没有的 不要说什么 光自卫病这个概念 在现有的医学 都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无从下手的 没有落实的方法 大家都说上工自卫病 但大家都达不到上工的目标 事实上语言识点 这些方法 每个人都可以当上工的 也就是一般人就可以达到自卫病 我举例来讲 比如你担心 万一你以后老了脑中风 怎么办 或老了老人痴呆 一般人是受不了 尤其像台湾也是 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 听说今年 也有一个比较一个教授 他就是很不能接受自己 怎么老了为老人痴呆 最后轻生了 那 还有像 那个 王建轩 他也出来讲 他太长 老人痴呆 变成他要照顾 所以 很难想象 这些知识分子 老人痴呆 那他们人否 自己人否知道了 人否调试过来 那你怎么治 怎么治疗他 大家都不希望脑中风 或是老人痴呆 那原始点就有办法自卫病 为什么 因为 头有疾病 接应体伤及热能不足 那你怕他老人痴呆 或脑中风 一定是头部体伤出问题 那头部体伤原始点就是 从大开关下手 一定有痛点 他还没有形成病之前 一定先有体伤 有了体伤 你把他找出来之后 先解决了 体伤解决了 因解决了 怎么会生果呢 就不会了 所以原始点这一点 确实是 治卫病这一方面 确实是已经有方法 那如果你又担心 人家说心脏骤停 心肌梗肾 马上很快就会挂掉 那我们怎么 如何来防止呢 你看现有医学有方法 根本没方法 他们不外就是说 哎呀饮食要注意什么 或是要注意 怎么样的保养 但是说实在 这些保养都 根本抓不到体伤的位置 你这样很难说 比如说吃好了 你说要吃什么 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但吃是改善体质 全身改善的 那体伤心脏骤停 心脏的部位 你怎么可以从饮食得到呢 因为它下去就全身改善了 不可能只跑心脏 而不跑其他 器官脏腑 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到达全身都改善 然后说心脏可以改善 哇那这个是旷日费时啊 也谈不上什么智慧病 智慧病就是立刻找出来 它有没有问题 然后立刻来解决 这个才叫智慧病 要不然那个智 就没有意义了 那原始点有办法 如果你担心脏骤停 很简单嘛 心脏部位对到后面来就是脊椎两侧 你在脊椎两侧相对应的部位 按一定可以找到压痛点 那如果有压痛点 你一定要立刻解决 那这样就可以防止它疾病的发生 达到心脏不会说 突然间出了问题 这智慧病是原始点的 一个很大的特色 那为什么能做到这样 就是因为按推既是治疗 也是诊断 它可以找出体伤位置 所以这也是原始点的按推 跟针刺穴位最大的不一样 针刺穴位只能治疑病 原始点不只可以治疑病 还可以治慧病 还可以做到诊疗合一 一体同步 就是一次就可以做得到 好 那这是介绍这样原始点的医疗 跟其他不一样的一些方面 那再来热能不足一定要修复体伤 所以到最后大家看 按推也是要解除体伤 那热能不足到最后要治疑疾病 一定要让身体恢复器官正常运作 体伤就是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那我们要让这个失调恢复到正常 那热能不足可以推动它 来加速修复体伤 那按推也是一样 但原始点这是分开来谈 事实上在临床应用的时候 我刚刚已经讲 按推跟保健 也就是医疗跟保健 它是病用的 好 那再上去就是 它可以解决疾病跟衰老 那为什么可以解决疾病跟衰老 因为不管疾病也好衰老也好 它的因都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示 因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这样解决了 不是都解决了吗 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原始点医学示意读 从下面原始点医学上来 就把理论跟临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刚刚我已经讲过了 它是做出来 说得到一定能做得到 这就是原始点医学跟其他 医学最大的不一样 好 那从临床来看 它的诊疗又一停 跟我们现在的医学 要检查了老半天 好几天 可能回家 然后再通知你 现在经过诊断下来 你应该要怎么治疗 又有另外一套方案 还要经过讨论 真的是很折磨人的 那这些程序在原始点 已经都把它简化掉了 而且简化掉太容易了 因为你一看病 就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 你按推的时候 又可以进一步知道体伤的位置 然后它是连贯的 所以简单的讲 患者当他来的时候 说我膝盖痛 你看一看这一个人 有没有体力虚弱 如果没有 那就可以按推了 那他也不用 他讲什么太多的理由 他什么摔伤 或是因为怎么样 走路不小心扭到 或是他年纪大了 所以磨损了 这些都不用管 反正他说膝盖痛 原始点就知道答案在哪里 就是臀部 那你按推如果没有效 就知道他是膝盖周围 一定有还有一些压痛点 要找出来 那这样再按推 他就能解决了 所以原始点 他你只要讲一个地方 哪里出问题 事实上很多疾病 大部分都已经知道 下一步要怎么做 然后整个流程是很快速的 所以原始点可以做到 把很多医学的繁蚊路结 或滋滋结结结都把它去掉 然后直达 直达这个体伤位置 也就直接找出疾病之一 马上治疗 他可以直接做到这样 那所以他的诊疗其实是 在我看法也是跟现有医学不大一样 好 那治疗我刚刚讲的 他有医疗跟保健 但这一部分看似跟中医一样 但中医未必病用 而且他的针刺穴位跟我们的按推原始重点 那这个香气太炎 他只能治疑病 不可能治未病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做到诊疗而已 这是 然后再来他的 针灸药 不一定是病用的 有些开药就不一定针灸 刚刚这些也都有介绍过 所以看似一样 其实跟中医也不一样 那西医就更不用讲 西医他根本没有保健的功能 他大部分都只有医疗 所有的包括他的手术都会消耗热能 药也是都是化学品极含的 也是会消耗热能 所以他谈不上有改善体质的作用 好 那这个是原始点医学示意图 那原始点他的理论非常简单 就是因缘果 所以从理论上 这一个图表 这一次在做的时候 也把那个理论做虚线 把它划到因缘果这里来 那这样就一目了难 这一个表 如果你在看原始点医学里面的内容 就可以完全根据这个表 而完全理解 好 那从这个表也可以看出医学的问题 比如说 他们如果我们不要说原始点医学 我们就把原始点医学下面改为医学的时候 那医学就是包括怎么样 还是要包括诊断跟治疗 但是他们是分开的 诊断治疗都是分开的 不可能结合在一起 所以外面那个框 就不适用 那原始点外面还有一个框 就是不一样 那理论与临床也是常常不一样 你说中医 中医太多理论了 所以大家最了解的就像阴阳五行 然后阴阳五行因为你可以把中医五脏六腑做成各种不同的解释 所以难怪会有患者去不同的诊所 但讲出来的部位五脏六腑的关系 或是你为什么会造成 有时候讲起来就会有一些不大一样 为什么理论太多了 那还有归精的问题 药物归精的问题 这些都是很繁杂的 不容易了解 那在这一部分 他的理论很多 那我们也就不用说 所以他们的理论跟临床 我刚刚已经讲 你要把理论应用到临床 十分能够应用到一分 已经很不错了 不像原始点 你说的就马上能做 做得出来就马上能说得出来 我几乎没有什么界限 所以这个也是原始点 跟中医不大一样的地方 那西医就更不用讲 西医的理论特别多 这个我就不再多说 好 那所以一开始 你如果谈医学的话 一定要有包括理论跟临床 那理论临床是分开 原始点是高度整合的 再来临床上去 一定是诊断与治疗 这个中西医都是一样的 那中医部分 可能就要透过内治法 如果你要开药的话 就要透过四诊心法 万文问切 然后再来 经过这个程序 然后再来变出他的体质 是属于什么 就是以辨证八纲 阴阳表里虚实寒热 然后来把它定性之后 然后再辨证 论词再开药 好 那 这个部分 我大致就介绍到这里 然后再来 治疗的方法 刚刚也就讲 那他们的诊断跟治疗是分开 我刚刚也已经论述 这个就不需要再多提 尤其西医也是 用仪器检测更繁杂 那个真的 确实是不大一样 那再来 那个 治疗方面 我说中医一针二灸三用药 但西医不外就是外科 外治法 然后再加上一些药 这些药可能透过 点滴 打针 或是服用 吃进去 这方式来送到体内 好 这是 从医学来看 他们的理论与临床是分开的 诊断与治疗也是分开的 那医疗保健 中医有医疗跟保健 也是分开的 那西医室 只有医疗 而无保健 这部分 看起来 就可以从这个表 很快的 能够看出 这个 原始点跟中西医的不一样 只是这个表没办法 把自卫病这些比较 就是 比较 它的 跟医学其他特色 不一样的地方 很难 全部都把它用这个表来 来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这个表只是当参考 不是说 你看这个表 所有里面内容都可以了解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表有 可以帮助你 在看里面内容的时候 各个章节的时候 你就可以借助这个表 进一步来理解 是绝对有帮助 所以这一个表当参考用 但 大家一定会问 那为什么不把它标 我刚刚讲 太复杂 我也想不出 如果都标示出来 这个图又变得很复杂 就有失去提纲 切灵的 这个意义了 好那我们 这个表 这样来对照 也可以看出医学 中西医医学 他们 目前 是不是跟这个表 有什么 一样 或不一样的地方 很容易看得出来 所以我觉得 这一个 从原始点医学示意图来看 把医学搞清楚 从这个架构来看 是很容易的 不需要有什么大学问 要不然 如果没有这个表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医学是什么 有时候谈医学 包括西医他讲的也有所篇 他们医学以为 当然要有理论与临床 这个他们有 诊断与治疗也有 但到了治疗的时候 他只有医疗 又有保健 然后说 医疗就是代表治疗 治疗只有医疗 没有 这个看起来是不对的 所以从这个表 还可以看出 整个医学 应该是怎么样是最好 好 那我们把这个表 看完之后 我们再把我们的内文 重新重头读一下 大家应该看了内文 就可以完全了解 这个表的一些重点 好我们请莉莉来把 这个原始点医学 这一篇念一下 一原始点医学 原始点医学是以图 医学包括理论与临床 临床包括诊断与治疗 治疗包括医疗与保健 其目的则是解决疾病 原始点医学在理论上 为了阐明老病的由来及防治 设定疾病与衰老为果 体伤及热能不足为因 影响身体变化的各种因素为原 并在临床上通过观察 善用按推 热源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等善缘 和避开生气 压力 外伤等恶缘 从阴处理 以达到防治疾病 及抗老增兽的目的 其中观察 属诊断 按推 属医疗 其余治疗方法 则属保健 那我们进一步来解释里面的文字 好 那所以从这个表 我们就看得出来了 医学你要广泛的谈 那医学一定要有理论 那临床这两部分 好 那理论 我就不谈太多 因为西医那些书或中医的书 写的理论都特别的多 你要搞清楚很难 可能搞一二十年都不一定能够搞得清楚 所以理论看看就好 听听就好 最重要的是临床 你能不能做出来 做出来才是最有用的 那原始点恰恰在这一方面 恰恰整个的发展就是一路是做出来 理论是后来 为了把它说清楚才加进去 所以它的理论就不多了 那原始点的理论一定是说到就能做到 是跟理是结合在一起 好 那我们理论 像中医的什么阴阳五行 经络 我们都不再去提这些比较复杂 那西医的部分更不用提了 那个太复杂 好 那临床所有的医学一定有包括诊断跟治疗 那原始点我刚刚讲 它的诊断跟治疗常常是合着 已经根本是合在一起 你观察症状的时候 你心里就有知道怎么治疗 学过原始点的人都知道 他看你疾病是轻还是重 比如有没有体力虚弱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如果是重病你就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 那轻重症就先按推再热源 那这个部分原始点是很 从一看到症状就已经知道怎么治疗 所以他本来就是诊断跟治疗很难切割 但我刚刚讲的西医跟中医 还是他们是可以切割的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这样来谈 诊断跟治疗 那诊断的部分 西医是靠仪器 中医跟原始点是观察症状 大概是这样的分法 那治疗部分我刚刚已经提了 西医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所以他们不谈改善体质 他们一直强调他们的西药或手术 这一部分的种种好像疗效很好 他们一直强调的是医疗这个疗效 那原始点跟中医比较更重视的是体质的改善 那不管怎么说医疗跟保健 如果用的适当就能解决我们的疾病 那原始点还有一点跟他们不一样 除了诊断跟治疗是不可切割的 事实上那个医疗与保健他是病用 不可能说只有按推 那就不给他歪热眼 原始点没有这样 如果轻重症还是要给他歪热眼 即便你是没有病 要达到自卫病 自卫病就是表示这个人体力是正常 热能也够啊也没有不足啊 所以才是正常人嘛 那即便是这样的人你当你按到体伤 那有了这个体伤他就有可能产生疾病 那按推的过程按完之后 你还是要加热源 也就是医疗跟保健 不从治卫病或治疑病 其实做法都是一样 都一定是医疗与保健并用 那这一部分中医不一定并用 他们有些你去看诊所 你进去看他帮你把卖 把完卖就开药 你拿了药有时候就人就走 他也不一定会帮你蒸跟揪 不一定 所以未必并用 那当然也有人比较少 又帮你开药 又帮你蒸 又帮你揪 但如果以现在我们台湾 那个健保制度 你一个诊所看一个病人 既要开药又要针又要揪 他发不来啊 那个时间很漫长啊 所以一般诊所是不这么做 但事实上解决疾病 是一定要医疗跟保健并用 好 这是我的题外话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 好 这就是原始点的理论 一般医学大部分都集中在谈疾病 但原始点恰恰认为 它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 身体的变化既有老又有病 而他们的源头不外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你要把老跟病的由来谈清楚 它是怎么造成 还有怎么预防它 让它不至于发生 那万一发生了怎么治疗 那你就是必须要把疾病跟衰老说清楚 讲明白 好 那我们这里就提了 为了把它说清楚讲明白 那我们先设定疾病跟衰老 就是属于果 看得到的都是果 那我刚刚已经讲了 体伤跟热能不足为因 那至于按推 热源 适当运动 聪明 休息 良好心态 这个就叫炎 也就是用这些炎 炎就是因素也好 是一个因素 或是一个方法 用这些上述的这些方法 来改善我们体质 那这个叫做炎 同样炎也有分散炎跟热炎 后面我们会讲到 如果热炎比如说压力啊 劳累啊 甚至外伤啊 这些都会让我们体质产生变化 变坏的部分 那就会导致疾病 好 那这些 现在提的这些方法 都是属于治疗方法 都是为了改善体质 来达到解决老病的问题 好 那我们实际上在临床上 我们第一个我刚刚讲的 原始点是透过观察症状 然后观察出来之后 他马上心里就有一个 知道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 马上心里就浮现了 那就会用上述之炎 也就按推 热炎 这部分就开始应用 到底是要先按 还是要用先热炎 温敷呢 马上心里就有数 好 那从这一部分 从阴下手就是 从体相及热能不足下手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达到怎么样 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预防疾病 第二个治疗疾病 所以我把它写在一起 叫防治疾病 好 可以达到预防疾病 也可以治疗疾病 然后又可以达到怎么样 连缓衰老 增加寿命 原始点 那这样一看就知道 原始点就是解决生命啊 生命的种种变化 包括老病 那你增加寿命 就是死的比较慢一点 所以生老病死 其实它都管到 那因为原始点观察症状 观察是不是一定要观察症状 还不一定 观察本身就是一个诊断 我刚刚已经讲 观察不是只有看而已 它还有听 还有问 甚至手在动 把脉 这个都是属于观察的一部分 好 那观察就本身是诊断 或观察体表的种种变化 老跟病的变化 那也是诊断了 好 那按推属医疗 当然中医就是正式些位属医疗了 那其治疗方法 原始点是指外力热源 还有运动 适当休息 还有良好心态 那中医部分就是灸跟药 这一部分属于保健 那至于什么炎 会让我们体质破坏 然后破坏了之后 才慢慢走向衰老跟疾病呢 好 这里就有提了 比如随便举的啦 这是不一定 生气压力啊 或是你劳累过度啊 然后熬夜啊 这些都会造成 它会造成怎么样 你消耗太多热能 那外伤直接就造成体伤 那你消耗热能 你推动组织运转就不顺畅了 不顺畅就慢慢形成体伤了 所以自然就会导致老跟病 衰老的很快 我也看过有人 他突然间就是吃了一些寒凉 他整个年变得很老 以前有看到这样的新闻 那为什么 他没有病啊 他没有症状 那但是整个年看起来 本来是二三十岁的 一看起来就好像六七十岁的 整个年都 都变皱起来了 这个短时间很难想象 我曾经看到这样的报导 那为什么会这样 从原始点是可以讲得清楚 因为你阴伤啊 果身 果不只是疾病 连老化也会变得很快速 像我早期啊 为了我太太生病 一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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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日夜 日夜不断的去思考 想一直想解决这些问题 结果几个月内 我的头发 本来是黑的 在超过四十岁出头 我这整个头发 突然间 很多白发就冒出来了 那白发一看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头部体伤 那体伤现在来看 造成这些果的变化 所以体伤不一定只有产生疾病 它也会让我们老化加速 所以当你把这些因解决 不就是老跟病也解决了 所以我们前面原始点在谈 就是它不是为了治疗老 因为既然成为疫情 就主要是为了解决疾病 但从生命的角度来看 疾病跟衰老 原来都是同一个源头的 它的因都是一样的 那你这样解决 不就是把所有的问题 也一并解决了吗 好 这是我们原始点医学的部分 我就照我的一些概念想法 把这个图表 还有这些文字 做了这样的解释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